孔子达言子问 为邦而论四代 达子章问时事 而言济周 前几日朝堂诸人 议论孔圣人 为古今之说争论不休 有人言周智 概为孔子心智 周理固为委托 而古文经者反驳 国家将有大事 若立辟庸 封善 寻守之矣 则幽明而莫知其缘 你们学了这般久的孔圣人言 觉得 谁言之有理啊 我觉得 你 就你来回答吧 散学了 我 我觉得都不在理 他既然身为圣人 就理应将话说得通俗易懂些 当初要是把话说明白了 这些人也不至于不理解 也没必要要真 哦 怎么说她颜本 我们自己去做个重点 都不忍忍了 这些人都不忍忍了 这些人就是奥子 我还是要你这些人 才能配解 我就是本人 你把这样的力量 也相当于不忍忍了 你也不忍忍了 圣人都敢编排啊 那圣人还说 非礼无事 非礼无听 夫人也带我到此 来听强调 怕是有回圣人之言吧 若是圣人跟你们这对妇女 待个一年半载的 连圣人都会被你们 气得胡言乱语 娄家书香传家 最重圣人典籍 你如此懈怠课业 怎为娄家心腹啊 夫子管得也太多了些 夫子 绍商不通文末 只因自幼未曾被妥善教养 他聪慧过人 若是身在娄家定然饱毒诗书 况且绍商并非不好学 只是对杂学更为旁通 他在华县的时候 手工与建造 远胜多年的金银匠人 还是阿姨要懂我 程伯夫人请我来教导你 我快来吧 希望你嫁入书香世家 你说这个袁尚剑 他为什么不认为央央央啊 央央才思敏见 定能将此理打得很好啊 我身为夫子自当严格要求 分明就是这些世家子弟 整天吃饱了没事干 听了这些无用之事 学了这些 既不能让田里多皱出庄稼 也不能让冬日里多裁新衣 对民生来讲 刚无任何大用途 学了也是无用 其实我觉得原夫子说得不错 始皇焚书坑儒 至闻始破碎 见闻杂博 由此可见 礼须便则明 古今之争也并非全无用处 毕竟 总得有人懂得这些 既然女公子 觉得夫子讲得并无实用 好 那从今日起 夫子就讲些有用的 女公子即将为人妇 不如我为你讲些夫妻故事 也可顺道学些诗词歌赋 不致令未来郎婿 学得无趣 如何 你说真的 从现在开始 只需要听故事吗 由女公子来选 是先讲 金屋藏娇与长门妇的故事呢 还是讲凤囚皇与白头炎呢 这边继续 我们喜欢用误哦 好 有本颜色 我们马上 有本颜色 对 好 我是 感谢观看